我是巴斯 是無敵 歡迎收看今天的巴斯無敵 今天的來賓是來自於台中喔 文昌國小 大家好 觀眾好 我來自台中市北屯區的文昌國小 我是巴斯 歡迎收看今天的巴斯無敵 今天的來賓是來自於台中喔 文昌國小 自然老師 自然科老師 我是台式大學的護理博士班學生陳柳 大家好 那我們就進入今天這個有趣的題目 這個好像是我們平常在吃的那個 蛤蜊湯 這個蛤蜊其實就是我們平常 最常食用的一種海鮮 是一個很平民化的東西 那因為它常常在餐桌上出現 可是我們對它的了解 或許就不是的那麼多 除了只知道它很好吃 很滋補 很營養 非常美味 要炒九層塔 喔 對 不過呢在生物學上呢 它也是一個很好的題材 因為它的身體構造什麼的 足以完全的去表現出 貝類當中雙殼類的身體 所以我們就利用這個很生活化的東西 來跟小朋友同學們來介紹這個 貝類它的生理 大約在十年前的時候 我們學校文昌國小 以海洋教育作為一個發展的主軸 大多數的特色學校都是 因為學校周邊有什麼 所以發展什麼 但是我們是一個逆向思考 都市的孩子缺的不多 但是缺的就是很實際的 鄉野體驗 所以我們就是想說 文昌不靠海 缺的就是海 因此推上海洋教育 那這個就是當時我們編的 一系列課程當中其中一個 因為我們看到有斧竹 斧竹子的當然就是這一塊 很像斧頭這一片肉 那平常我們在菜市場可能就看到它 像個舌頭一樣伸出來的 那這是它的運動器官 如果讓它吐沙 也是你們學問嗎? 吐沙其實關鍵在這兩根管子 我們一般在菜市場很可能就會看到 這兩根管子在那邊對著人 有時候它受到一點驚擾 甚至還會噴水出來 只是說不知道有沒有 你曾經去注意過 它噴水是噴一管水還是兩管水 應該一管喔 應該是一管 沒有錯 真是一管 那剛我說到吐沙跟這有關係 其實這個是它進食跟呼吸的器官 它就叫做水管 一根是進水的 叫入水管 這根叫 就叫出水管 所以在它進水吐水的過程當中 就會把食物跟氧氣 都帶到它的身體裡面 然後進行過濾 再從這個出水管排出來 這兩根管子有什麼明顯的差別 入水管那邊要有虛虛 果然是無敵 確實很厲害 這個有一些虛虛 那這個虛虛其實並不明顯 那這個虛虛的部分 就是在它進水時候 會有過濾的作用 才會有太大的雜物 進到身體裡面 出水的地方 就沒有這些管 因為它排水出來 不要有阻礙 有阻礙的話 我常跟小朋友開玩笑講法 就是 有阻礙那不就鼻塞了嗎 討厭各位一下 剛剛那兩根管子 那兩根管子是在這一頭 還是在這一頭 這個還有這一框 這邊比較扁 那我只好在這裡 這邊是巴斯選的 這邊是無敵選的 您可不要選這裡 不會在這裡 為什麼這邊是後端 這邊是前端呢 其實它就是在 它生活在海灘的時候 它是鑽到沙子底下 對 所以這個鑽在前面 這邊是鑽在前面的 在下面 那那邊是在後側的 在上面 好 那從這裡我們再想像一下 那兩根管子 應該在前端 還是應該在後端 吃東西 吃東西 應該是前端 應該在前端嗎 你後端是 可是在前端 就塞到沙子裡面 也是 因為要埋進去 對 它是在後端 它是生出土面 生出沙子的表面 在這一邊 然後它在那邊 才能夠繼續的 吸水吐水 接著我們再看到的是 這個 這個薄膜狀的構造 這個薄膜狀的構造 整個包裹了它的身體 它就叫做外套膜 那 在身體的部分呢 把它叫做體蠟 外套膜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貝殼是它分泌的 貝殼是它分泌的 所以貝殼會長大 是 貝殼當然會長大 所以這個會變這個 是 那現在這麼大的 已經不多見了啦 這麼大的 以野生來講 不多見了 對貝殼來講 產生珍珠其實是生病 因為它是有異物侵入體內 然後排不掉 可是那個異物要進到身體裡面 總要有一些意外 沒事不會跑進去 對 例如說或許有一個 大浪啊什麼之類的 把沙子硬是給它打進去 那再來我們再看到是這個 畢殼雞 畢殼雞就每次吃蛤蜊的時候 吃蛤蜊的時候 邊邊常常留下兩塊 它就是把兩片殼合起來的肌肉 所以這兩塊肌肉 它就比起其他的肉質的部分 就比較結實一點 對 因為它是一個要用力的地方 再看到這個構造上面 講到是這個 就是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位置 這交界的地方 那這個我們把它叫做 腳尺 那因為有腳尺的關係 兩邊互相咬合了 所以這個貝殼它就不會發生 那種左右滑動的情形 然後就可以咬合起來 那就不會發生錯動的 來這個部位 然後韌帶 那韌帶呢 要跟剛剛看過的那個 壁殼雞合在一起 來看蛋液 我剛剛有講到的是 壁殼雞它是讓貝殼 閉合的地方 那這個韌帶呢 是讓貝殼張開 這個張開是完全不需要任何力量的 完全不需要 它只靠自己的彈性 我們最後的一個活動 就是會去觀察這個殼的裡面 可以看到其實有兩個顏色的區分 這個地方 如果說各位再稍微回想一下 你覺得會對應到它身體的哪一個部位 腐朱 腐朱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它所對應到的是外套膜 外套膜 它其實對應到的是外套膜 所以這個痕跡呢 我們就把它叫做外套膜痕 這兩個圓圈呢 就是對應到 乾杯 乾杯 是沒有錯 乾杯 就是壁殼雞痕 就是壁殼雞痕 然後剩下那個小小的一段 這一段呢 它叫做套彎 套彎 可以想到它又是對應到誰嗎 進出水管 沒錯 確實無敵 好厲害 這個就是那個進出水管的位置 如果說這個套彎很深的話 表示它的出入水管很長 那出入水管很長 表示它住的位置很深 一般蚊蛤就比較淺 比較淺的話 它住的地方就比較淺 因為出入水管並不長 通常蚊蛤在沙地裡面的深度 大概在五公分到十公分之間 差不多五公分左右而已 那像那個有一個也很有名的海產 叫西獅蛇 西獅蛇的這個套彎 差不多到這個位置 比較長 因為它是很深 細長的 對 它的套彎到這麼深 那它真實在海裡面的深度 大約在六十公分 大約六十公分 就是我們的手臂整個伸下去 整個插到肩膀了 才拿得到它 進行這些內部的觀察之前 如果說我們能夠 在它活著的時候 把它放在沙地上面 然後放上適當鹹度的海水 那它可以觀察它磚下去的樣子 所以那這樣的觀察會更完整 在文革上面有這塊黑影 當它下去到沙子底下的時候 事實上就正好形成一個保護色在這裡 如果說表面的沙子稍微被沖掉了 還有這一層顏色能夠讓它比較不被底下發現 其實好像您彈舊與石座 這個議題非常適合 然後您好像有投稿到 這樣就要我就懂這個比賽 是 有 有 好像成績不錯 是不是請請 我們介紹一下 可是比賽裡面 是有得到一個加作的獎項 加作獎項 還是很多前輩比較厲害 那在這個操作的過程中 學生也有反應這樣 對 這一個在操作過程當中 學生的反應當然是不錯 因為其實第一個就是說 題材是很生活化 完全是身邊的東西 那一個完全身邊的東西 它又能夠有一個機會 讓它去深入的了解 那又是在一個實驗台上面 學生對於實驗 科學實驗總是充滿了好奇 這會免不了的 對 尤其小學生 所以在這裡他們基本上都 蠻喜歡的 當時有一個 有一點怪怪的後遺症 好像未來要再吃蛤蟆的時候 可特別累 但拿起這個蛤蟆就發現 這裡面好多學問 了解 不過小朋友如果有想到的話 在餐桌上對他的家長 對他的親人來講這些 應該是很讓人意外 對 沒錯 餐桌上的教室 今天這一堂手術課 學到了不少東西 不需要用到手術刀 對 用手術刀下去 超出我 就是一個簡單的解剖 對 好 那 謝謝今天那個陳老師 你來帶我們現場 那我是吳迪 我是巴斯 如果你喜歡今天我們節目的話 請幫我們按讚或留言分享 還沒有加入客家夠好玩 請幫我們加入 好 謝謝 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